击落一架隐形飞机的确值得庆祝 所以当南斯拉夫防空部队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 击落了一架F117之后 专门设计了一张庆祝海报 来讽刺美国人 抱歉 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 美国人哪受得了这个刺激 于是就还击 说你们压根就是碰运气 根本就没有看到我们的飞机 只是误打误中了而已 但实际上他们双方都扯了谎 真相如下 当年南斯拉夫陆军 第250防空导弹旅 第三营的指挥官 叫做卓尔坦达尼 他是一个特别会琢磨的人 为了打下一架美国的飞机 他将所有能够找到的 隐身技术的资料翻了个遍 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F117虽然在雷达屏幕上 不容易发现 但是也绝非完全隐形 我们还是有战术上面的空子 可以钻的 什么战术呢 伟大的游击战了 第一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都保持自己的雷达处于关闭状态 这样北约的飞机 就不会先找到他们了 第二 虽然所使用的过时的 S125防空导弹 其火控雷达 很难锁定F117 但是却有着不错的机动能力 那咱们就放大这项能力 通过艰苦的训练 把原本需要用150分钟的 重新部署时间 减少到90分钟不到 以此来实现快速的 把他们埋伏到F117 可能经过的路线上 第三 在北约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周围 部署群众间谍 一方面随时观察和报告机场起飞飞机的类型 另一方面 则截获和监听飞机之间的无线电通话 判断可乘之机 第四 敲咪咪的从俄罗斯搞来P18预警雷达 S125的火控雷达不是有点近视吗 那咱试试这个呗 经过测试采用升高频波段 它的确可以探测到在24公里范围内飞过的F117了 于是1234结合起来 一个游击战术就浮出水面了 你看 先是由间谍报告F117的起飞 然后打开P18找到它的具体位置 再把S125推过去 放一个冷枪打到目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很快 指挥官打你的机会就来了 1999年3月27日夜晚 天空没有月亮 四架F117从基地起飞单独去执行任务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众所周知为了隐身 F117甚至把自己身上的雷达也给阉割掉了 所以它在平时是一定需要另外一架有着雷达的飞机来为自己指路的 否则跟瞎子也就差不了多少了 但是今晚天气不好 本应陪着他们一同前往干扰 并摧毁南斯拉夫雷达的徘徊者电子战机无法成空 北约由于太过自信 也没有叫停这次任务 于是四架F117就真的这么瞎着飞出去了 只带着红外传感器 他们起飞 甚至对话间透露出没有电子战机陪伴的信息 都被截获并送到达尼手上了 而且在连续追踪了F117很多天之后 他们的飞行路径对达尼来说也变得容易预测了 于是他赶紧下令让S-125机动到F117的可疑路线上 并打开漂泊扫描天空 果不其然 预警雷达的屏幕上出现F117了 此刻他正飞行在24公里以外 但是火控雷达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达尼需要一点耐心 那咱们就来看看F117那边 其中一架的呼号是维加三一 由参与过沙漠风暴的老司机帕特里克中校驾驶 他正在为了飞过山谷忽上忽下的控制着飞机 而当他将轻脚拉高的时候 整架飞机就会像一面镜子那样反射雷达波了 很多事后分析认为 这的确是增加了F117暴露的可能性 但最致命的一点还不是由他贡献的 而是炸弹舱门 当帕特里克中校按下头弹钮 头弹舱门向两侧垂直开启时 一个完美的脚反射器结构便诞生了 它破坏了之前一切隐形的努力 瞬间S15的火控雷达上一个明亮的点点散现了出来 它距离阵地只有8公里 于是两枚导弹飞奔而去 一枚从头顶错过了目标 但另外一枚码却在帕特里克中校的附近 准确地炸开了F117严重受损 随后坠机 不过帕特里克却奇迹般地弹射逃生了 更奇迹的是 他居然能够在一公里以外的水沟里面 平安地躲过了大搜捕 并最终被顺利救回 所以故事讲到这儿 我们都知道了 吹牛真是没有上线的 南斯拉夫明明知道 他要打的飞机是隐形的 而美国人也明明就知道 南斯拉夫靠的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 但是抱歉 我就算知道 还是要这么说 怎么着吧 最后还有一段小插曲 就是两位故事里面的主角 一开始是相互要你命的 达尼和帕特里克中校 在这次击落事件后 都晋升为了上校 并且还在12年以后成为了挚友 共同出演了一部纪录片 相互之间的崇敬之情 一预言表 毕竟 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 出生入死了吧 这也算是一种层面上的 这也算是一种层面上的 好